I am still inside your story 歡迎大家在寶寶研究所 除了MIRROR和《球星》之外 現在還有偶像派和運動派 好像還差一點點 來自身為大家介紹創作派樂隊成員 如果有誰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跟我們說 今天要講的是 1 OK Rock的吉他手 Saha Han Toh Lu Tolu和One OK Rock的笔手Nurota在清梅中麻 因為公司決定要解散Hass 心裡不甘的Tolu就不想放棄了音樂 之後她就跟Nurota說要成立一隊最厲害的Band 當初對我一竅不通和堅決要做Dancer的Nurota 對Tolu這個題目極度不安 但表現很酷的Tolu 給Nurota有很多支持和鼓勵 在One OK Rock成立至今 Nurota把Bass玩到出神入化 而且是One OK Rock的核心成員之一 Tolu這份重情義有不心溫柔的男子氣概 不但受女粉絲歡迎 最後男粉絲曾經在Live大喊 Tolu和我結婚 在日本Tolu的男性粉絲甚至比女粉絲多 身為One OK Rock隊長的Tolu 在成員遇到困難的時候 默默扶持對方 所以有很多粉絲都很喜歡叫Tolu做Lisa Tolu被One OK Rock的Focal Taka吐槽過 她的英俊程度會令人火大 如果不知道Tolu是吉他手的話 整體的樣子也以為是平面無特兒 再加上有180cm的完美身高 完全是典型的理想型男友 不過處於狀況外沒有水哥自覺的Tolu 她的行為舉止和外表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 就像一個日本Bang為主的 綜藝節目Monster Rock 其中有一集是說到處理女朋友不滿的情景題 在這四位隊員的反應是由在場粉絲評分 Tolu是典型的殘念系水哥 即是有著進美的外表 但一開口就會被人覺得她浪費了外表 而且她的傻氣也是突破天制 怎樣突破天制法呢 可以看看她在這個戀愛環節 如何令主持一秒冷場的畫面 雖然Tolu的直球反應是瞬間冷場 但有不少粉絲就是喜歡Tolu這種直接 喂不認識就不認識我大哥 不會當自己是百科傳輸的嘛 這種坦率的性格真的很多人喜歡 而且Tolu的頭髮都不太好 很多時Monster Rock的主持人問一些比較學術性的問題 Tolu和Nuota都會輪流回答一些 一般人都不會太聯想到的大爆笑答案 有一次Tolu還被街坊的小朋友選擇 是最不喜歡的人 Tolu就要根據這個遊戲要求 扮成超人 為求得到小朋友的歡心 One OK Rock四位成員之間的關係非常要好 除了Nuota和Tolu是青梅中馬 Tolu和Taka都比無數女粉絲吐槽好像兩夫妻 特別是四位之中只剩下他們兩個未結婚 確實是很有這個遐想空間 為何女粉才會說他們的關係似兩夫妻 在One OK Rock成立前初期 Tolu在一場live聽到Taka的歌聲之後 說他唱歌的聲音很特別 當時One OK Rock還沒有這個Focal Tolu就追Taka追到天涯海角 直接在Taka打工的地方等他 誓要Taka是做One OK Rock的Focal 當初Taka都不太訴Tolu 後來被Tolu的窮追猛打和堅定的信念說服了 最終是加入了One OK Rock 成為了唱功了得的Focal 這個認識過程令不少女粉絲覺得 好像追女朋友的戀愛劇情 近年的live Taka和Tolu 還在台上多次公然是頭碰頭 引起女粉絲摺二連三的尖叫 Tolu實際上的感情狀況到底是怎樣呢 上年有記者拍到Tolu和朝日電視台、音樂節目、Music Station 女主播、弘中靈香Dating 多次拍到Tolu在弘中家裡出入 直到現在兩個都沒有正式回應過任何緋聞 不過逐漸國際化的One OK Rock 需要長時間在外國不同地方開live 不知道Tolu能否保持這段關係 但無論Tolu有沒有女朋友 一群喜歡Tolu的粉絲 Tolu也是會觸動著他們的心弦 一起來聽聽由Tolu作曲作詞的Living Dolls 這首歌是講一段沒有結果的戀情 透過這段初戀學會是怎樣愛人 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 寫這首歌的Tolu只有25歲左右 不是胡鬧的戀愛官 而是透過一段關係學習非常成熟 包括大家後中的Lisa 喜歡看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還有facebook 下集再見了,bye! 下集再見